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e2.com中国的线下活动 这个是我们第三届e2.com 也是中国第一次线下的e2.com 大家很荣幸 欢迎大家,Welcome to e2.com channel 我是本次e2.com的主持人许中古 我是宋敬超,吉米松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感谢我们的钻石赞助商Google Cloud 对我们用的产业还有查西安 OK,那我们现在这次会议的 这个Program Committee是那个Jimmy Song 然后我,然后张怀龙 还有这个韩耀宏 然后让我们用掌声感谢这四位的贡献 这是本次 整个e2.com的活动日程 大家可以扫码在网站上查看详细的活动日程 首先第一个主题演讲呢 是我们来自Google Cloud的这个 弹注商的这个e2.com环境网格作为托管技术实施的 这种一个主题 Sponsored by Sponsored by Knot E2.com Ambient Mesh as Managed Infrastructure 下一个话题是深入分析e2.com Ambient Mesh和SideCon模式下的网络路径 和配置是来自英特尔软件工程师张怀龙和阿里巴巴的曾宇兴 的分享 这个是e2.com数据面的新选择架构创新带来的全新性能体验 这个是来自于我和我的同事谢宋阳 下一场是我同事 希望是给大家带来的使用web assembly 扩展和自经营e2.com的分享 好 Next 释放魔力在e2.com环境模式中 利用VPF进行流量的重定项 这个来自于英特尔的李春和那个AriStream 下一场是来自华为的张超萌 给大家带来的使用web assembly扩展和自经营e2.com的分享 Next 是Jimmy Song 为大家带来如何在Argo e2.com和Skywalking中实现Github和可观测性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场散电分享 然后这场分享之后就是午餐时间 大家可以到二层展厅去吃午餐 然后下午我们的活动会继续在这场地进行 下午的第一场是阿里的王熙宁和 施泽欢为大家带来基于Eastio和Wordkuper Lite的 无服务器服务网格 好 接下来一场是来自撞政 给大家分享的在贵普 OneCloud平台中的多租户管理 好 Next 是 科比流 为大家带来构建高效的服务网格 Mobridge 在eBPF中实现和Eastio Ambient中的创新 下一场分享是在处理非HTP流量时遇到困难 Ariki Mesh来帮助你 是赵华斌和钱石林给大家的分享 下一场是使用OASM和OWASP 这个我不会读 还有这个Crosy实现的Eastio Web应用防火墙 这个是来自一位外国的朋友 然后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pronounce it Zu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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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e Lightning Talk 这是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场分享 是来自韩小鹏的 给大家分享提升Eastio调试体验 Marriage Debug 用于本地化开发 这是一场闪电分享 好 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繁荣的Eastio社区 然后我们Eastio社区呢 现在有461个Member 然后这个Member也是一直在增长的 另外呢 我们有超过1万家的contributors 包括去年 在去年我们有1.8K 1800多个活跃的贡献者 然后呢 我们其实总共在Eastio社区 进行贡献的公司呢 有1951个 然后去年的话 有327个活跃的贡献者公司 然后Eastio社区现在有 65个Maintener 然后超过这个8个Working Group 然后我们现在Eastio社区 是通过这个TOC来做技术的管控的 然后我们现在有6个TOC 然后这个TOCMember呢 是来自于4个公司 就是包括Google啊 还有这个 那个Google Solo 然后还有 叫IBM 还有那个 Tetrate 不不不 还是那个 叫 I'm sorry Doploud 那个哥们 原来也是Google的 他后来离职去了 那个Aviatrix 对对 Mitch Corner 对 然后我们现在有13个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 然后去做社区的治理 然后这个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呢 是来自于8个公司 然后其中有4个是我们通过 这个社区选举来产生的 另外的这个9个呢 是通过这个来自于他们的贡献 就是根据公司的贡献来分配的 OK Next 我们也有大量的ecio的用户 包括一些中国用户 这里面只展示了一部分的ecio的用户 中国用户有包括像爱回收啊 李立说 还有涂鸦 智能 浪潮云 等等的一些公司 大家可以在ecio的官网上 查看到所有的ecio use case 还有中端用户 对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 把自己的这个使用案例 然后分享在ecio社区 然后这个是我们社区的 Top Contributors Award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是 我们ecio社区去年的这个贡献的 这个大概的一个排名啊 然后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贡献者 其实在里面也是挺活跃的 然后这里表示感谢 然后我们这次呢 就是Sensei4为我们大家 就是做了一点奖励 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奖励呢 分给这个四个顶级的中国贡献者们 分别是徐中虎 还有Z-Rain 韩晓鹏 还有最后一位是 张怀龙 这是他们的ID啊 对 谢谢这些Contributor 也谢谢CNCF的Award 好 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参与ecio社区啊 首先呢 是我们这边是 本次大会 然后创建了一个ecio的这个微信群 大家可以扫码加入一下这个ecioCon 2023的这个微信群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参加我们ecio社区的一个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参加的这个ecioCon 还有包括欧洲的或者是北美的ecio ecioCon的这个ecioDay 也就是说通常活动ecioDay 然后呢 第三个是可以在社区里面去 报告一些Bug 对吧 还有一些安全漏洞 其实我还想再提一点 就是在我们这ecioCon 上海的线下活动之前 还有ecioCon的Virtual 线上的一个活动 其实大家也可以做参加线上的一些活动 与一些国外的同行一起交流 对对对 然后下面一个方式呢 是成为一个ecio的 成为ecio的一个code contributor 去贡献代码 然后在ecio社区里面去 首先我建议大家首先去找那种 就是打上标签是good firstecios 还有那种help wanted的那种 然后呢 是最后就是再进阶一点 就是参加我们这个ecio社区的 这个workinggroup的这个meeting 然后每周都是有这个社区会议的 然后还有一些tocmeeting tocmeeting呢 实际上也是对普通 普通开发者是开放的 就是整个社区都是一个开放的姿态 去接纳大家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有四个问题 大家可以抢答 这个是那个啊 首先说明一下 这个是我们工业出版社的编辑 赞助我们四本书 然后是我们这个 也是最近新出的吧 这个ecio的全文指南 然后是基于社区1.16版本的 这个编写的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抢答一下 四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送一本书 第一个问题是ecio第一个开放版本 发布哪一年 when was the first release of ecio 应该是2017年 回答正确 下一个问题啊 准备好 新举手可以先 先举手先抢答 ecio最新发布的大版本是什么 版本号 1.19 回答正确 好 还有两个问题 准备好啊 除了30卡模式之外 ecio还有哪种部署模式 好 那位 对 大点生吗 还是 吴赛的卡模式 unbind mesh 最后一个问题 需要有一些ecio的使用经验 请说出至少三个 ecio中的流量管理的api对象 这位 给图也 我说service 还差一个 至少三个 再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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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一个吗 可以再说一个吗 还有赛特卡 赛特卡 也算吗 可以 好 可以 好 感谢 好 那我们的 quiz 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正式开始 下面的分享 好 Let's play the video